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缩小包围圈 片网栏目即将播出 2015年2月19日 大年初一 重阳县公安区客警刑警在当地村民的引领下 踏着崎岖山路 在附近山中仔细搜索 周围都是山 范围太大了 中央警方已经在这一带搜寻了近两天两夜 他们要查找的是一起命案的犯罪嫌疑人 民警们相信 凶手刺客应该就躲藏在眼前的山林里 他原来在这一带生活 对山上的情况应该比较熟悉 场地的可能性要比较大 2015年2月16日 农历的腊月28 家住重阳县城的江滨 急匆匆赶往乡下父母家 江滨心里很紧张 因为父母失去联系已经好几天了 江滨决定和舅舅一起回乡下父母家一看修静 父母家大门紧锁 江滨不停拍门呼喊 里面始终无人回忆 大中午的父母和孩子怎么会不在家呢 江滨来到后院 意外发现后院大门敞开着 江滨顿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因为这道门父母平时几乎没有打开过 他急忙走进房间 推开了卧室的门 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 2月16日 距离2015年春节不到三天时间 下午1点10分左右 重阳县公安局接到报案 称重阳油炸村50多岁的村民江滨被人在家中杀死 死者的妻子和只有7个月的孙子也身受重伤 被送往医院救治 已经是大年28了 在我们一个乡下三区派手来说发生这样的恶行案件 可以说是在我在港澳来十几年是从未发生过的 因为是那月28 人们都曾经在与亲人团聚 购买盐货的血清气氛中 被托货起来的血清现场都搞懵了 人们都在意论纷纷 春节将至 却突发如此恶行案件 所有人都被震惊了 血案究竟是什么人所为 血案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重阳警方立刻启动命案侦破机制 迅速展开侦查 希望尽快记得真相 中心现场 位于死者家一间卧室内 现场迹象显示 血案发生时 被害人江明和妻子 以及孙子三个人 应该都在这张床上 法医初步勘验发现 三位被害人受伤部位都在头部 而且 伤口都是被某种类似斧头的盾气 多次猛烈击挡造成的 死者头膝脚冬躺在床上 那个头部受到重创 那个开放性的伤口很明显 那个喷溅的血迹满房都是 包括瓶顶上面 可以判得出这个打击力度很大的 也很多 一家三好犯罪嫌疑人 这个作案的过程当中 手段是相当宅忍的 都是致命部位 都是头部受伤 那我就是说他都有杀人灭好 满门草窄的这个身仇大恨 那一二十八到年底 要治别人为死命 那肯定是有居院 那个居院很重 侦察院分析 凶手对被害人满怀仇恨 那么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里 究竟是谁与被害人 又如此身仇大恨 以至于连七个月大的孩子 也不放过 此刻 死者的妻子还在医院抢救 因为头部遭受重疮 失血过多 被害人一直处于昏迷之中 无法告诉警方有关凶手的任何信息 法医初步勘察发现 被害人死亡时间在一天以上 民警走访群众了解到 案发前两天 二月十四日傍晚 有人曾看到被害人江明 带着七个月大的孙子 在附近小麦铺玩 之后一天 没有人看到这家人活动 他们两夫妻还带着小孙子 不到晚上十点的话就回去了 十五号一天 没有哪一个看到他家里有人出来 我们都是所上的 一直到案发的十六号中午 据此警方推断 血案很可能是在两天前的夜里发生的 在现场一间厨房的灶台上 技术人员提取到一把带血的砍柴刀 侦察员怀疑 这是凶手留下的作案工具 而且凶手很可能是就地取材 这把带血的刀具 被立刻送往咸宁市公安局进行检验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技术人员在刀具上贴取到了 除了三名受害人之外的另一个人的血压 当时就检验出了死者江明的血迹 和另外一个未知名的男性的DNA 砍柴刀上的血压 会不会就是凶手留下的呢 凶手究竟是什么人 与被害人又是什么关系呢 民警注意到 案发现场是一个坐南朝北两层楼的私宅 院子里有前后两扇门 据受害人家属反映 后院的门平时很少被打开 技术人员在后门口地面上 发现一串可疑的血印 然后我们对这个门进行勘察 以及这个地面勘察的时候 有一趟可疑的足迹 就是从这个门里出去的足迹 没有进来的足迹 只是从这个后门出去的一趟足迹 那么案发当晚 嫌疑人究竟是如何潜入被害人家实施作案的 民警注意到 院子西侧围墙的一个角落里立着一个木梯 顺着木梯可以进入到被害人家院子的二楼 再通过二楼平台的窗户 就可以翻进一楼案发房间里 木梯上有被人踩踏过的痕迹 在梯子旁的墙面上 技术人员发现了攀爬留下的一些痕迹 在窗户脚下那个走廊里面 就发现一趟脚印 是从那个窗户边上过到那个走廊里来的 只有一趟没有回去的 也就是说从窗户边上 往里走的一趟可疑的足迹 在中央现场我们也发现了 跟进出口类似花文的血印 综合现场各种迹象临近推断 嫌疑人应该具有较强的攀爬能力 而且攀爬动作比较娴熟 嫌疑人应该属于轻壮眼 而且应该是一个人做案 不是相当熟悉在线上情况的人 是找不到这条通道的 因为要在生根半叶 不惊醒他们 夫妻娘睡觉 不惊醒他们 要进入 那这条通道是熟悉情况的人才能进得去的 这家房屋结构 对一般陌生人来说 实施作案是不可能完成的 嫌疑人既熟悉这个现场环境 又熟悉这个现场情况 特别是案发现场 一条弯弯曲曲的 外人不知道的这条通道 迅速给民警划定了一个侦查范围 这个嫌疑人应该居住在受害人这个村庄里面 就在警方试图通过外围调查走访 寻找嫌疑人的线索时 有村民反映 案发前两天的下午 曾经看到死者江明 在家门口与原县的妹夫江泉 发生过争吵 据这位村民回忆 当时江明很是激动 冲着江泉讲了很长时间的话 而江泉脸杖的通红 情绪似乎还生气 但始终沉默地站着 几乎没说一句话 村民反映的这一情况 引起专案组警觉 当时是不是这个江明因什么话 刺激了他 透支他这个仇恨上身 以致缘犯这个杀人的动机 尤其是那里晚上还是 2月14号是秦林节 得知这个情况 专案组立即派出侦察员 赶到江泉的家中 奇怪的是 就要过年了 江泉家中竟然房门紧锁 家人 邻居 没有谁知道江泉去了哪 而且有村民反映 就在几个小时前 还有人看到 江泉在案发现场外 看热闹 2点钟的时候 还出现在中心现场 2点半我们赶到中心现场的时候 突然离开 这是一个让我们觉得很怀疑的 江泉的突然失踪 实在是令人怀疑 专案组决定 对江泉的住处进行搜查 很快 民警就有了一系列重大发现 在现场上提起了杀冷兴器 这个杀冷兴器上有微量物证 有生物检查 我们在家里就把这个江泉 平常出烟的烟嘴也把它提起了圣洁 民警在江泉家的火炉里 还发现有一些没有烧干净的东西 怀疑这些东西 有可能是江泉穿过的衣服和鞋子 在江泉家二楼地板上 技术人员又发现一位清晰的鞋印 他家二楼是一个控制的房子 就是没人住 那里面灰尘很厚的 我们站在地面上就发现了 有一种鞋印 并且比较新鲜 在各个控房间里面 来回地走来走去 很明显的 技术人员经过比对 初步判断 这枚鞋印与案发现场 被害人家里出现的可疑足迹 特征基本吻合 同时 警方在江泉家里 一个电子吸烟器 提取到属于江泉的生物剪裁 经过比对 确定 与警方在案发现场 砍柴刀上提取刀弹生物剪裁 为同一人所丢 在那个电子点源器上 就检验出了 这个DNA 跟那个案发现场 提取的柴刀 有一个未知名的 那个DNA 是同意的 一系列迹象与证据显示 死者江明的前妹夫 江泉有重大作案嫌疑 此刻警方相信 嫌疑人江泉 就隐藏在距离案发地不远的 这片山林中 黄托行凶 殃及全家老小 是集财还是解恶 议论纷纷 凶案背后隐藏怎样的真相 潜入家中作案 凶手为何对被害人家情况 了如指掌 迷雾重重 警方又会有怎样的意外发现 缩小包围圈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5年2月14日深夜 重阳县港口乡油炸村的村民 江明一家老少三口 在家中遭到凶手袭击 江明被人当场杀死 案发后死者之前的妹夫 江泉突然失踪 证据显示 江泉有重大作案嫌疑 今天是农历正月出案 警方的搜山行动已经进行到第五天 警方的包围圈在逐步缩小 但依然没有发现嫌疑人的任何踪迹 嫌疑人江泉真的躲藏在这片山顶吗 案发后 中央警方立刻发放张贴悬赏通告 并对汽车站出租车司机展开投访 寻找嫌疑人江泉的下桌 在那外头的这个途径上面 不显了天罗地网 但是曾经扑空的情况 没有发现那的整体 同时警方当即成立两个追逃柱 一路奔赴深圳 在嫌疑人江泉曾经的党工地 摸牌线索 一组围绕于江泉强制戒毒期间 所结识的独有为摸牌重点 寻找新疑人江泉可能的藏身地 但没有任何发现 他所有的这个关系人我们都找了 包括所有的亲属我们都找了 没有任何一个人有他的那个音讯 音讯全无 那他唯一的可能性 我们就感觉的话他就是这个山上 中安组分析 春节期间家家户户都在团圆过年 这个结果呀 嫌疑人如果投进靠友 很容易被警方发现 侦察员分析 嫌疑人很可能躲藏在案发地附近的山林里 可是如果嫌疑人躲在山上 警方包围搜山已经五天了 这些天 嫌疑人江泉是靠什么为生呢 为什么他没有下山寻找食物呢 为什么没有任何动静呢 虽然血案发生已经过去五天 被害人江泉一家的悲惨遭遇 依然令村民们震惊不已 而嫌疑人江泉的作案动机 应该与五年前被害人江泉的妹妹 与他离婚一世有关 2010年 因为嫌疑人江泉染上毒瘾 他的妻子也就是被害人江泉的妹妹 与他离了婚 对此嫌疑人江泉一直杠杠于怀 他始终认为嫌弃的哥哥是这件事背后的推手 他原来的妹夫叫江泉的 因为跟他那个妹妹离婚的话 一直认为是这个被害人在背后做工作 在后面作梗 避他法恨在心 以前也有这方面的矛盾 据村民反映 自从离婚之后 江泉隔三差五 就来前妻的哥哥家中闹事 并多次扬言要报复 在离婚之后 曾经扬言要报复这个事情 这是周围群众反映给我们 所以通过这一点我们反映 应该说这个人作案的动机 应该是比较明显 警方调查了解到 嫌疑人江泉不仅吸毒 多年前还曾因为盗窃犯罪被警方打击处理过 此人性格古怪 而且十分偏激 报复心极强 做事不计后果 调查中 嫌疑人江泉的一个发脚 向警方提供了一个重要情况 在2013年的时候 他们一起谈心的时候就讲过 他说他跟他老婆的事 如果住了什么出格的时候 他就不会离害村药 就在山上 反正山上有吃有喝 老死算了 得到这个信心之后 进一步坚定了 我们这个缺信犯罪行人 仍然留在本地的 这种可能性大 这是坚定了我们的信心 江泉常年生活在港口游诈村 他对家附近的环境非常熟悉 他极有可能就藏身在 这个村庄坐落的几个山林之中 专案组担心 眼下发生的虚案 只是嫌疑人疯狂报复行动的开始 此刻 嫌疑人躲藏在附近的山林中 随时可能还会实施新的报复行动 案情分析会上 中央县公安局局长郭正华决定 动用所有警地 发动周边村庄群众 不惜一切代价 将嫌疑人围堵在山林中 并争取以最快的速度 抓捕到嫌疑人 消除这一社会安全隐患 案发当天 重阳警方便召集案发地 左边村庄干部 开了动员大会 通报案情 并发出悬赏通告 为了发动群众 我们当时的悬赏通告 成一万提高到五万 高尚之下 他必有淫妇 发动脑费信 到山上到处去找 尽量找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真迹 缩准我们的这个搜索的范围 警方在案发地位中心两公里范围内 布下了里三层外三层的敏感暗哨 村里各出入路口 及山林周边 全部进行了封锁 同时警方的巡逻车 24小时不间断 在村庄周边巡逻 对犯罪嫌疑人实施心理震慑 江泉这个人的平时的脾气性格来说 他是不可能轻易矫健投降的 再加上案件发了以后 他没有办法跟他的情绪及的联系 没有谁能够来跟他做事项方面的工作 来害到他来打案之手 只有主动出击 不能避动地等候 可是搜捕已经进行了好几天 警方并没有发现嫌疑人的踪迹 他会躲藏在哪里呢 他在长期在外面打工 现成的也是很熟悉 原来在现成打工还个两年 麻木这个人的生存能力是特别强的 他那个山上有很多小洞 比如说今天晚上到这个洞 大概晚上明天晚上 大概晚上大概晚上 这洞可能也有 他这个山上的野菜也很多 他从小是山林长大的 他还认识野菜 他还采摘这个野菜吃 山上还有其他的 还有其他的可以吃的东西 警方坚信 嫌疑人依然被围困在这片广袤的山林中 可是此刻他究竟躲在山林里哪一个角落呢 门山是这样的 那里面那个屋堂比较多 就是一个山奥里面 但是里面住的人比较少 因为那里没人住也好长生 万一别人去了的话 他往河上面会躲 如果要生存的话首先是要食物 那么风景林场应该是首显 因为那上面有个寺庙 有人居住 而且也不容易为外人发现 这应该是最好的一个场地点 专案组对山林地形状况 进行了仔细分析 最终他们认为 嫌疑人极有可能躲藏在当地的风景林场 芒山 爱国岭这三片区域 并决定投入力量 集中对这片区域展开地毯式的搜查 2015年2月28日 警方又一次搜山行动 开始了 而搜山行动开始不久 一位村民便发现了情况 狂托行凶 殃及全家老小 是劫财还是劫苑 广茂山林包围圈不留死角 令凶犯无处藏身 无人机出动 警方不天罗地网 缩小搜索范围 走投无路 警民执着 搜步行动 出现戏剧化结局 缩小包围圈 片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5年2月28日 港口向派出所接到一位村民报警 他在山上干农活时 曾看到一个体貌特征酷似嫌疑人的男子 在爱国的一带出现 他看见一个人蛮像就是这个嫌疑对象 因为他他以前不认识 但是他看到那个搜索通告 他是那个人蛮像 包括穿着啊身高啊 他是比较慌张匆忙 警方实地勘察发现 距离嫌疑男子出现的地点不远 山上有一个山洞 当地人叫岳阳洞 这里位置偏僻 地势倒窍 一般人很难发现这个山洞 这里会不会是江某的藏身之地的 民警们潜伏在山洞四周进行观察 但一连观察了几天 没有发现山洞里有任何动静 这个穷化应该是无分不及浪的 我们坚信还是这个痕迹露出来以后 老百姓反应的还是不是空穴难分 应该是潜伏在这个山上的合力性的比较大 可是风景林场 芒山 爱国陵 这三个区域必是陡峭 山高陵密 在上千亩的山林中 要想找出嫌疑人的藏身地 绝非一时 这个山实在是太大了 如果说我们打个比方 塔罗伍是在山上 在某个地方 他就可以直接看到这个山下的一局 如果我们从哪个地方上山 他就会披害我们 为了尽快找出嫌疑人的藏身地 2015年3月25日 在重阳县警方的请求下 闲宁市公安局调来一架无人机进行增援 此时 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一个月时间 无人机的出现令民警们信心大增 对身上老龄里面 人机难以达到的地方 通过这个协议如果要生成的话 可能要生火这一特点 然后用无人机 对周边的环境进行侦测 进行航拍 然后再来比对分析 这架无人机功能十分先进 它能够在几百米的空中 对地面目标进行搜索 并能拍摄地面上的清晰影像 连山连中的野鸡在飞 野兔在跑 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有了这只千里眼 搜山行动效率大大提升 在利用无人机进行搜索 缩小包围圈的同时 警方再次加大了 对周边村庄道路的监控 排查地图 安排人员在嫌疑人有可能出山的通道 进行秘密蹲守 随时等待被惊动的嫌疑人外逃 通过我们大规模的 实施耗道的追捕工作 逼他出来 通过逼他出来之后 他再有活动 只要在外地活动 我们可以通过很多办法 来发现他的踪迹 发现他的轨迹 然后再予以追捕 在警方紧锣密鼓行动的同时 案发地周边村庄的村民 也保持着警惕 3月28日早上 港口乡油炸村60多岁的陈老汉 拿着镰刀 到自家一处名叫乌济山港的地方 上山挖竹笋做菜 当他走到山顶时突然发现 不远处的草丛中躺着一具尸体 陈老汉被吓呆了 他立刻跑下山向村干部报告 村干部当即报警 接到报警 专案总民警十分震惊 这个命案都没破 嫌疑人还没抓到 这又发现尸体 我们都心里很疑惑 到底这个尸体是一个 跟这命案无关的尸体 或者是嫌疑人又杀人 还是说这个嫌疑人为罪自杀 这都是一个未知数 我们心里根本没底 尸体位于一处山顶上 死者是一名男性 被发现时尸体已经高度腐烂 发现之后就是那具尸体已经腐烂了 面已经看不清楚了 身上都是那个苍蝇 蛮多苍蝇 蛮厚一层苍蝇 这名死者究竟是什么人 他与眼下警方正在搜寻 追踪的216杀人一兄姜泉有关系吗 他又是怎么死在这里呢 侦察员注意到 死者手中握着一部手机 在尸体旁边 技术人员提取到一只 剩有少量液体的农药瓶子 经过检查 民警发现 手机正是犯罪嫌疑人江泉使用过的手机 此外在死者口袋里 民警发现了嫌疑人江泉的身份证 银行卡以及社保卡 此人应该就是警方一直在苦苦搜捕的 犯罪嫌疑人江泉 这个不是一起命案 这个死的这个人 应该就是被我们死死围困在这个山上的 这个嫌疑人 因为我们的包围圈的围困 让他无漏可走 最后死在山上 因为尸体已经高度腐败 他的面部特征已经无法识别 现场技术人员随即提取了这具腐败男士的生物剪裁 送往了闲淫市局进行检验 经过DNA比对证实 这具男士正是重阳警方苦苦追寻一个多月的犯罪嫌疑人江泉 那么江泉究竟是怎么死的呢 是怎样的怨恨让一个中年男人彻底疯狂 曾经一家人为何最终成为不共戴天的仇人 仇恨与冲动 嫌疑人伤害他人 最终也将自己送上不归路 命案必破 责任和使命交织 斗议和正义汇聚 缩小包围圈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5年3月28日 正当警方新一轮搜捕行动紧张进行的事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警方在山脸中意外发现一具已经腐败的男尸 经DNA比对认定 死者正是一个多月来 警方一直在苦苦搜捕的216故意杀人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姜全 事件发现姜全的死亡时间至少在一周以前 侦察员怀疑嫌疑人姜全有可能是自杀身亡 江泉的生亡能力很强 他不会走折掉道 我们把他的后路都堵死了 山里面的男人回归的都是我们的警察 他说出不去 生亡很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走劫路是有可能的 从案发到他3月28号 是一个多月 是一个多月他没下车 他在山上这样孙城下去 说句实在的话 不是强能能够忍受的 他要忍受多少 要是下大雨 他怎么过 有没吃的有没喝的 法医发现死者胃内残留有大量尚未消化的野菜残渣 这情况说明 嫌疑人很长时间里是靠吃野菜为生 在死者胃内容物里 技术人员检测到沙虫霜农药成分 放在死者身边的一个瓶子里残留的液体中 技术人员发现了同样的沙虫霜农药成分 据此法医确认 江泉死亡的原因是喝了沙虫霜农药中毒身亡 那么嫌疑人江泉究竟是因为被警方困在山中走投无路 自知罪孽深重最终选择自杀呢 还是因为极可难耐误食了含有农药成分的水而意外死亡的呢 他应该是也想下山 也想下山去找食物 找水 但是上下都是我们的人 到处都是我们要抓他的人 他也不敢下山 可以说他是无路何逃 在犯罪嫌疑人江泉死亡的现场 警方还提取到了真管理的药物 可以说犯罪嫌疑人至死都没有离开过毒品 在嫌疑人江泉倒下的地方 一眼望下去便可以看到自己曾经的家 因而警方根据现场的物品和地理位置 也有了大致的推测 大过年呢 其实他也想回家 但是他又回不了家 他一回家 肯定是会被抓住 我感觉他确实是无可难耗 这是感慨完全 刻意断言 嫌疑人江泉在临死前十分犹豫 可以说他的内心也非常渴望回到村庄和自己的家中 但他又十分矛盾 不愿意投案自首 接受法律的制裁 春节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承佳节 在这个佳节即将来临之际 这个江泉情心趣恶地进行报复杀人 发下滔天弹罪 在万家传奇的时候 他不能跟家人在一起享受天人之乐 只有在外逃亡 中国有句古话叫法王飞飞 首尔不漏 那么自尊烈不合树 那么一个是昔日的大舅哥 一个是原来的亲妹夫 江泉怎么会举起斧头 砍向自己的大舅哥呢 根据当地村民的说法 江泉和死者江宁的妹妹 几年前不顾家人的反对 恋爱结婚 结婚以后有了一儿一语 家庭原本非常幸福 后来因为江泉染上了毒瘾 他妻子想让孩子有一个好的生长环境 带着两个孩子和江泉协议离了婚 当时他们离婚至离婚的时候还有个协议 如果他把毒戒掉的话还可以复婚 当时有这么个说法 原本离婚协议说好给江泉两年的戒毒时间 妻子再和他复婚 结果离婚一年左右 江泉得知妻子却重新组建了家庭 这个事实对江泉打击很大 所以离婚以后他觉得实际上这个家 经济上没有一多 他就要想是谁在后面撤上我这个家里 他后来同学就是说方方妹妹了解 说是他妹妹很听他哥哥的 很多都是他哥哥的知识 所以他递他哥哥很怀恨 根据现场勘察的发现 警方还原了凶案发生的大致过程 2015年2月14日夜里 江泉来到昔日大舅哥江明家门前 之后翻进院墙 通过院子里的墓梯 进入到江明家中的二里 先是走进厨房拿了一把柴刀 之后他用柴刀对熟睡中的江明夫妻 以及七个月的孙子进行砍 成一人死亡两人重伤的惨欲 案件真相大白 表面上看这起悲剧 起因与家庭之间的一些琐事 可是真正引发这场悲剧的原因 却值得人们深思 这是一起不应该发生的案件 因为夫妻之间 而不是感情不和 是因为蓝胆染上的毒瘾 有了批号以后 对家庭不负责任 就套着了家庭破裂 案件真相大白 应该说是毒毁灭了几家人 如果嫌疑人江泉稍微多点理智 对家人的这种关爱多一份理解 也不会对家人产生这种仇恨 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他自己吸毒 因为他自己的心胸狭窄 把家人的关心关爱变成了仇恨 才导致了这起悲剧的发生 江泉做出这样的事 尽管他死了 这是他自己咎由自喜 但是他这种性格造成这样的事 但是他对伤者造成的伤害 对我们每一个人都留下了值得死好的东西 毒品是妄恶之缘 是毒品造成了江泉家庭的破裂和人性的缺失 最终由怨生恨 酿成这起原本不该发生的悲剧 这起发生在2015年春节前夕的案件 通过重阳警方一个多月的艰苦工作 终于告破了 为了抓捕凶手 这个春节中案组每一位参战民警 都没能和家人一起团聚 一个是自己坚上的责任 一个是对受害的家庭 有一份责任 应该尽快的激拉凶手 还死者一个公道 还受害人一个公道 只有在尽快担的时间内 能够把这个案件拿下来 那么才能够把这个案件 不至于被拖成伊朗案件 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是刑警的天职 连续16年的命案悬破 一直激励着重阳警方 从未忘记使命 他们以对生命高度负责的态度 用自己执着的努力 为死者讨回了公道 捍卫了法律的尊严 没有留下一句话 没有留下一条信息 年轻女子深夜离起失踪 寻觅踪迹 撥开迷雾 真凶原来是他 那天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夜迷离 天网暗幕近期播出